好 我們來看一下屋頂怎麼做 一般來講屋頂大致上分兩種 一種就是平平的屋頂對不對 那種最簡單 怎麼樣 增加一個樓層 我先看一下我現在有幾層 一二 這裡已經有增加樓層了 所以我只要把樓下的地板借用一下 或者呢 一般來講其實我的樓上那個屋頂通常會比 地板的面積大一點點 就凸出來一點點 因為這樣可以當作雨車 對不對 雨水滴下來比較怎麼樣 不會直接從那個牆壁這樣由上一直往下走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 在外面 設一個比較寬一點的 那記得 如果你要比較隨性的按住Alt鍵對不對 他會暫時把那個鎖 把它怎麼樣弄掉 好 下來一點 那如果你不要那麼規則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最後結束多多兩下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請問這樣有沒有一個 我在這一層樓 按右鍵 有透明 那這個沒有看到 我設錯層了嗎 應該這裡會有 我把它設在這一層 我先把它剪下來 這裡 在這裡 好 切上 沒有 坦白我忘記了 我知道 因為我是地下室 我要少一層 我再增加一層 切上 好 這邊 請問這樣有沒有蓋住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平的 好 那你就自己看 你要在上面做空中花也清探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 如果你不是這一種 是斜屋頂呢 請問 有沒有看過屋頂有斜斜的 有 像我們剛剛那個就是 那斜屋頂呢 你可以 所以 假設房子是這樣子 有兩種 一種是 一面的 就是大概是像這樣 有沒有 另外一種是什麼 兩面的 像小木屋這樣子的 看你 看你要怎麼弄 但是呢你可以來找找 我們在這邊 你可以找一個屋頂 好 有沒有看到好幾種屋頂 還有那個 這個叫什麼 那個 採光罩那一種的 那你可以找找看 你要哪一種 一般他內建是這兩種 這裡有 這裡有一個 那 如果你是單純直接蓋上去的 也可以 不需要增加樓層 我把這個樓層 我先散掉 你看 如果你是這樣直接蓋上去 我就把它丟出來 好 有一個了 大小你先調整一下 好 你看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會自動吸上去 這樣會很不好調 所以記得 取消吸附 按住什麼 ALT 你把它按住ALT 好 然後再拉 拉動它 把它調大小 OK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偷看一下 這樣有點感覺了 那你把那個移到你覺得 你比較適合的角度上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記得它會吸附的話 你就把它 就是稍微 用按住ALT鍵 這樣你會比較好調整 好 這樣有一個之後 另外一個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可以 可以用複製的 當然你如果不喜歡 這個藍色屋頂 這裡 它有那個 我們的這個屋頂的那個瓦 這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 我記得這裡面有那個瓦的 有沒有屋瓦的 大部分現在屋頂是不是用這種 不然就是那種紅色的 你看這種 有 所以你看中文化做得很好 你看 這樣有啊 這樣有沒有 比較像哆啦A夢那一家 對不對 好那你再一個好的 我們可以再把它怎麼樣 用複製的就好了 Ctrl加C Ctrl加V 記得 放下來 可是呢 方向要轉一下 那你要轉 有兩種方法 一個當然就手動從這邊走 那我也可以跌兩下 咚咚 旋轉旋轉 有沒有一個角度 請問要轉幾度 對我180沒有錯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當然現在有重疊我們再把它往下拉一下 再下來下來 好 到這邊 好 這樣屋頂就蓋好了 微調按方向鍵 這樣不會老好 可以嗎 但是看下面就糟糕了 怎麼辦 牆壁不行對不對 牆壁這樣的話 會有風風雨雨嗎 還有蚊蟲侵擾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來看 牆壁也可以改造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先把屋頂先找一個 如果你要平面的 那就很單純 就是放地板就好了 增加一個樓層之後放一個地板 那如果你是要像我這種 就在最頂樓 直接把這個丟進來就可以 我等各位一下囉